之前产品图解虽说卖到飞弹卡文迪时,现在状态已经不必当年,有个赛段还没开户,但他造定制涂装水波罗S5在大集团中,还是有着极高的辨识度,特别显眼。 目前大环赛单战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仍是车王埃迪莫克斯,在整个职业生涯中,他总是随身携带六角扳手,以便随时调整车辆设定,卡文迪时距离车王的记录还差四场,这两位车手之间的相似之处并不只有单战冠军非常多,最近卡文迪时也得了一个不断调整车辆设定的恶奇,几乎是每天都要折腾几下。 在第六赛段前,西方记者采访他时,还观察了他的调车过程,卡文迪时解释了他不断调整设定的理由,你的身体每天都在变化。 你知道吗?身高在晚上会比在早上更短,卡文迪时解释的,我没有可以去改变,这可能只是一种习惯。 有些人能感觉到设定不同,有些人则不能,也许是因为我很矮,我调整的地方有时是车吧,有时是坐垫,每次都会调整两毫米左右。 如果我住的酒店床垫不太舒适,有时我的背部可能会有点滑稽,有些人会去适应,但我不是,我更喜欢100%的舒适。 去年,卡文迪时在环保的第四赛段中,与萨干相撞后无奈退赛,而今年他又带着定制涂装的Servelo S5投入环保赛场,仍然使用了黑科技电镀定制涂装。 若想了解图,要的黑科技,亲猛机,车手战车输卡文迪时黑科技定制版纯Velo S5,也许卡文迪时也意识到自己无法再绿了。 今年的定制涂装,几乎看不到绿色元素,新款DMV ESG S-ERROR把力带有整合时马表架上,管有绿色的卡文迪时LOG9100加7S,木销挂汉流油电,紫变速电池加安装孔,看看卡文迪时的前叉,这回好像没有什么玄学的小伙子,狙击的不杂地,表倒是不错吗?设计对白?搜索Richard Mill 给真相,卡文特别烦的Locally Job Breakers与车架涂装时分配文章导航条 第一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时的定制涂装,装Travelo S5 第二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时的定制涂装Travelo S5 第三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时的定制涂装Travelo S5 第四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10的定制涂装Traveler S5卡文迪10,还拥有一顶定制涂装的Oakley头盔卡文迪10使用的KMCX11 SL绿钻条搭配遮甲涂装卡文迪10,在轮速选择上,使用标准的车队定制版M碳纤维轮足,今年冲刺车手纷纷转为使用碳纤维车版,也意味着碳弯法的方性。 越来越高楼号码牌上的30幅表示这位前世界,冠军拥有30个环法搭战冠军是Imono Dioris R9150电子变速手边开在前卡文迪10前梦简录取S5的定制涂装后,上插外侧使用电镀银,内侧使用白质绿的渐变色搭配车队,是使用众多使用码牌Competition Blade IOLTD ALX管车的车队之一,与目前主流气动车相比。 S5车架管形显得更加圆润到目前为止,卡文迪10在比赛中使用了两套不同的DMVE 4.5SES轮组,其中一对使用定制贴纸定制贴纸细节卡文迪10,使用绿色底板定制版的Astute坐垫,达科车队在2018年初开始使用Astute坐垫 Ashimono Dioris R9100脚踏卡文迪10的MVE轮组,使用特殊规格的最绿色Chris Queen R45花骨,以搭配车队涂装装第一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10的定制涂装Traveler S5第二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10的定制涂装Traveler S5车手战车卡文迪10的定制涂装Traveler S5车手战车卡文迪10的定制涂装Traveler S5 第四页,车手战车卡文迪10的定制涂装Traveler S5,与所有顶尖冲刺手一样,卡文迪10也使用微星冲刺按钮,但与别人不同的是,它的按钮比较靠前,用实质操作,山路状头管已经是众多机动车架的表配五通部分使用白色涂装Traveler S系列车架均更换了这款奇葩的异形座管,又化舒适性格。 在轻轻飞驻动侧视角卡文迪10,选择使用Shimano Dora S,R9150DIR套件,原盘则是ROTA IMPOWER 剧品它配54T的MIC常规源盘,关注微信公众号B.I.K.E.H.O.M.E.C.C.